随着老年人口增加 长照需求也提高 那么照顾管理专员也是相对重要 根据统计呢 台湾市有超过了50万的失能者 是需要协助的 那么桃园市就占了有3万多人 但是这照管专员却是出现了 人力不足的问题 市议员张硕芳 希望市府能够有相关的因应措施 随着台湾老年人口逐渐增加 长照需求也跟着提高 根据统计 台湾目前有超过50万名的失能者 需要协助 其中桃园就占了3万多人 此时民众若有需求 照管中心就会派照顾管理专员 到个案家里做评估 只不过目前各县市专员人力都缺很大 流动率也高 有些县市平均每人甚至要负责 高达500件个案 也让他们大喊真的是吃不消 在我们桃园卫生局 我们现在是不是长照的服务市民 已经接近了3万多位 是 然后这些的长者的生活状况 真的是很令人担忧 我自己就今眼目睹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要所说的生活条件差 然后甚至食物跟被蟑螂 都把蚀污染的情况 50万名失能长者各个都需要照管专员评估 人力不足问题迫在眉睫 如果今天某一些人力需要专业的培训 那我们卫生局在培训课程的台上 只要有人要培训就不要等会能不能增加 培训课程的一个次数 第二个就是他培训如果进到这个体系之后 怎么样让他留在这个体系 很多人进来之后工作环境公司工作量 他不喜欢他就走掉了 所以训练完把他留住 留住完这个才可以把改善的开端才可以打开 长者照顾一刻都不能等 除了增加培训课程 让更多民众接触长照 师傅也会想方设法留住人才 希望能够尽快补足人力